那么在今天立法院的院会是邀请到了省机长陈瑞敏 来针对中央政府111年度的总决算 以及前瞻基础建设的相关特别决算来进行报告 只不过蔡英文政府任内是编列了超过两兆元的特别预算 现在也频频的被在野党指引是浮边滥用 那么面对这个蔡政府常态化的编列特别预算的一个情况 现在蓝白在野阵营也正式的出手 是提案要来提修法 要修改预算法希望可以删除这个特别预算的诞书 明定未来即便是遇到这个紧急重大的危难 也不得预先动之一部分的特别预算 那么今天省机长来到立法院时也被记者追问 带你一起来看 省机长的立委希望删除这个联系的特别预算 是不是接下来会影响到未来的预算 被总统阻害行政认的疑数就会不会觉得很委屈 有没有被监裁院施压要设法院员来澄清呢 谢谢 好可以看到呢 针对这个特别预算是否遭到滥用 以及呢会不会认为现在呢 蔡政府是常态化的利用相关特别预算呢 省机长被记者询问时都没有特别的回应 都没有多做回应 那么呢今天呢在立法院的议会里面呢 预计也会来讨论这个蓝营多数立委呢 所提出的这个特别预算的修法的一个讨论事项 那么这个议题呢 到底特别预算常态化呢 会不会明定修法来反制呢 各界也高度关注 对这个特别预算的修法来讨论事项目